很多人都講說先講後做 我要先補一下 他們用這麼重的話說 他們叫做蓄意欺騙楊鳳英偉 事實上是有道理 在我還在線上做投資的時候 大概在1415年是有很多個VIE的公司 都是在中國大陸不讓外資直接投資 或者是對外資投資的 那個百分比有限制的 那那個時候的VIE的這個結構 已經開始受到檢討 那我每次想請問 哪個律師可以給我一個 Clean Opinion 就是說可以投 沒關係 沒有一個人敢給 所以我唸一下 就是這個結構呢 就是說你這個結構以前可以 現在如果政府決定你不可以的時候 它可以有什麼結果呢 徹照罰款 沒收收入 限制收費 關閉你的Server Block你的App 或者要求你重組 包括終止你這個中間的 這些所有的合約 因為它是用合約把所有的獲利 剝離給這個外國公司 因為這外國公司要再把錢 拿去給這些國外投資人 那甚至可以限制你的 VIE的財務運作或者是其他 你看第一個就是撤照 第二個就是罰款 或者是這樣的公司 中國有多少家 中國公司以前可以 現在不一定可以 就是說過去有7000多個公司 這樣子上市 可是在慢慢的2007年之後呢 它一直不斷的檢討 我剛剛有講過它是新浪模式嘛 就是在當時有一些聰明的投資銀行家 覺得說就算你政府有些不准外資投資 但是去國外上市有很多的好處 所以他們就創造了這個 VIE的模式 但是陸陸續續 如果你去問律師事務所 有些膽大的會說可以 那可是這個公司是被監管者叫去講過了 那也因此它的招股書裡面 你知道美國的招股書叫做 Biars Beware 就是我把風險通通揭露給你 它的招股書裡面就把這些風險都盧列了 那雖然盧列了 他們並沒有說他們曾經被監管者叫去 所以現在美國已經有一個律師事務所 要代表它的投資人 要準備對他們進行調查 是 我們都知道說 中國大陸如果說有些企業 如果到美國去上市的話 其實可以吸納是全世界的一些資金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說 一開始中國大陸很想要有些高科技的產業 去美國上市是有它的原因的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核心在地緣政治嗎 因為美國跟中國大陸現在進行了博弈的階段 所以現在傳出來說為什麼會開始開展 也是因為核心圈不想要太依賴美國嗎 想問一下亮哥 因為接下來看到很多都有說要暫緩赴美上市的 滴滴嘛 Boss直聘嘛 還有那個TikTok啦 這些通通都說那我們就先緩緩吧 這個氣氛好像也不太好 滴滴就在前面都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這個還是因為我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說中國的網信辦 有提出一個網路的一個新的辦法 可是證監會 對資本市場的改革方案我還沒有看到 就是說這些網路公司 如果他真的願意改採在中國或香港上市 那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這這邊還有一個美國因素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證據叫Security Lock 他會阻止美國的政府來去查 他的所謂外國公司問責法裡面的資料 所以說事實上剛才嘉元的第一個問題 說這兩個資本市場是不是開始會脫鉤 因為美國有了外國公司的問責法 那中國有了相對的防禦性的那個177條 所以這中間呢自然就會產生一種隔閣 那如果我是一個公司的負責人 我現在當然不要去上市 不過倩姐 既有的已經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 同樣面臨這個風險 也一樣碰到 所以這是中國大陸的反制 就是177條 那未來的話呢 在這個新的審理規則的話 就是你要去外國上市 100萬用戶以上的公司 都要經過一個新的審查程序 那所以這些當然現在也就不容易走了 所以就現在的氣氛不太好 尤其呢不只是這個金融戰 現在科技戰也是 美國商務部7月9號 增列了34家的外國企業投資的黑名單 我想問一下介大使 你怎麼看就是說現在就增加了這一些 那中國大陸當然也是說 你這打著人權去打壓中國大陸 基本上就是打壓中國公司 打著人權的招牌 而且中間很多新疆的公司 對 就是講新疆 對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美國這個是政治在決定這些經濟的 其實我覺得像滴滴他應該學習一下 他知道世界各國這個監管的力量都是絕對的 那個我以前在這個新加坡 新加坡的當時他說 我們為什麼可以成為金融中心 就是因為我們的堅強的紀律 我說什麼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他說那你怎麼管外國公司 外國這些銀行這些銀行不是很... 他說我不會制裁這些銀行啊 可是我會把他的銀行的派在我這裡的經理 我會取消他的簽證 所以他們是非常非常嚴格的 在這個金融的行業裡面 那個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那是紀律超過一切 所以我覺得滴滴會犯這種錯誤 把監管單位的話當耳邊峰 一意孤行 他今天有這個情況自己負責 那這個美國這些制裁 基本上是不是經濟不是政治制裁 就是經濟制裁 基本上就是要把美國跟中國大陸 這個進一步脫鉤 他這些 他制裁這些公司 意思是說 你美國不管是投資 或跟他有合作關係的公司 你都不准跟他來往 就是這麼簡單 叫美國的公司 那美國公司會不會有損失 美國公司當然有損失 哪一個美國公司敢抗議 美國總統 美國政府做的正義 美國的商業界基本上就是在 就是在配合而已 美國用經濟制裁多少外國公司 那麼這些被制裁外國公司 有經濟往來的 商業往來 甚至獲利很多的這些美國公司 他也只有摸摸別子就接受 那美國為什麼要繼續對中國 經濟制裁 我覺得這就是他一貫的 對他的敵對的政府 或者他一貫的採訪 他也就有這些招了 只是說他今天面臨的是 中國大陸的公司 並不是一些比較弱小的國家 會不會收效是一回事 可是他基本上我覺得 今天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 新疆是一個重點 我今天就要把你新疆搞臭 搞亂 搞得一片亂局 然後怎麼辦呢 我先把你的這個新疆的問題在世界上 用鬥爭的方法 我就硬說你今天是這個種族滅絕 你就是有什麼還強制什麼絕育 很荒謬的還有說什麼什麼強制勞動 而且動輒上百萬人 他就這樣在國際社會就這樣 把你邀棉花 另外一方面棉花 新疆的很大產業是棉花 棉花也下手 其他這次還有這些太陽能的公司啊 很多新疆相關 他都是針對要打擊你這個地區的經濟 打擊你這個地方的和諧團結 出發的 所以什麼人權就是一個藉口而已 今天美國就是好戰 今天跟你大陸 我跟你做鬥爭的話 我就要出手 這些出手就要看到後果 也就是說這個打下去 他就希望看到結果 可是我是覺得 今天大陸不是一般的一些弱小的國家 你這樣子的做法 是不是反而更激 更激起中國大陸的這些企業 去擴展更多的新的商業夥伴 擴展加強自己的體質 我認為長期來講 美國這種制裁是沒有辦法收效的 其實我剛剛聽到大使講的時候 我心裡很有感觸 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其實在戰爭中是獲得它的國力的強大 一開頭是反共 就是兩個block的 兩個陣營的對抗 所以在這個之前的冷戰時期叫做反共 到了冷戰之後呢 當蘇聯解體了之後呢 它下面一個就是反恐 那這反恐是用各種的方式在全球進行的 那到了現在 21世紀面對了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又沒有什麼恐怖主義 並沒有攻擊美國 所以它用的就是人權 所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真的把它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美國長期的大戰略的轉向 也就是跟中國大陸從原來的和平 合作和好到現在的一個大的轉向 那我想很多中國大陸學者已經開始認知這個事情 那麼我們剛才講的那個科技就更重要了 因為我們大家都記得2020年的1月 美國用無人機去擊殺了蘇雷曼尼 好 就是說當你有了精準 滴滴還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你有了精準的道路交通人員出行的這些記錄的時候 你不但可以分析出用那個大數據 用人工智慧分析出各種情資 你甚至可以直接成為戰爭的一環 所以說我覺得目前我們真的是要仔細去想 這個大世界從馬路轉到網路的這個世界中間 過去我們無論是在國家安全 在金融安全 或者是在科技競賽中間的一些舊的概念 通通都要重新檢討 這個外國法人問責 美國過去曾經對付過幾個國家 唯一先進的國家是法國 可是公司數也非常少 那其他都是伊朗 敘利亞那種國家 那中國跟美國金融綁這麼緊 你這個不只是會涉及它要不要下市的問題 比如說有些就先採取雙重上市 Double listing開始避險 你還會連動到美國很多的基金 ETF 裡面都有中概股等等 這個波及的金額可能大到 搞不好是今年最大的黑天額 我跟你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它到底要落實到什麼程度 真的不知道 因為事實上今年第一季就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了 就是說外國法人問責 那美國的相關的共鳴團體是很堅持的 說審計底稿一定要交出來 可是這個是違反中國的審計法 那審計底稿沒有辦法交給美國 那不就卡住了嗎 那就變成是美國政府 什麼時間要下最後通牒說 你把審計底稿給我交出來 那交出來就是PK了嘛 那那個時候的金融的後果會是什麼 現在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講到說 所謂的財經上這一個禮拜 大家最關注就是 石油到底要漲到什麼時候 因為包括了5號的時候 OPEC Plus 其實呢 市長沒有達成共識嘛 所以大家很擔心說 那怎麼會海灣國家會鬧內訌呢 尤其是沙烏地跟阿聯酋 他們不是兄弟嗎 但是搞了半天 他們針對於石油量產的部分 其實沒有喬好 大家就關心說 那未來這個有沒有可能還繼續上漲 大家都擔心 這個油是不是一直漲上去 其實大家可能記得 前段子會一直打到了 30在50塊這邊在挪動的話 是因為俄國出手嘛 俄國要用這個去攻擊 美國的頁岩油的產業 那他在這個時候 他說他準備了很多錢 要去改變這個結構 所以事實上呢 油價只有一部分 是跟供需相關的 因為很多石油是期貨交易 他不管是供需的短期是如何 跟那個最後的價錢中間 有一個很大的部分是金融 是石油美元 是他另外的一個循環 那所以 從30到50的這個區間呢 慢慢慢慢挪動到了70 那就讓我想起很早以前呢 從幾塊錢到30塊 然後或者是我們從40塊 一直到100塊 他們大部分都是一種石油的價格訊號 那現在比較重要的一個新的元素 就是阿聯酋 因為不光是阿聯酋 因為我們要把阿聯酋 跟伊朗跟俄國 這三個連起來看的話 那你就當然就有一個可以跟沙烏地阿拉伯 可以分庭抗禮的一個非常大的供應方 那阿聯酋也成立了自己的石油交易所 所以逐漸逐漸的完全以沙特為主導的OPEC 它的主導力會逐漸的下降 因為它每次在調動價格 或者是在調動這個產量的時候呢 時常受傷的都是OPEC中間的其他的小國家 而不是沙特 因為沙特跟美國綁的是最緊的 就像剛才正亮講的 美國跟很多的資本是綁得最緊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覺得我們在未來的一兩年之內 無論是在新加坡的啟交所 在上海的啟交所 跟現在阿聯酋的新的石油交易所呢 都會逐漸逐漸的成為一個次級的結合中心 那麼完全由沙特去主導 定價的這個結構也會改變 所以短期之間沙特當然會盡量的 在它還能夠主導的時候獲得最大的利益 當然也不只是沙特是Aremco 是沙特跟美國獲得它最大的自己利益 所以這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那個中國大陸崛起了 所以美國要打壓它 然後現在阿聯也是嘛 他們成立自己的一個機構 所以就發現說 沙特跟阿聯這個本來是兄弟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沒有要那個同心 我想問一下亮哥 因為在開會的時候 有時候沙國一天產920萬桶左右 阿聯268萬 所以按照這個比例增加 結果阿聯這邊說我不要啊 比例增加是沙特變比較多 大的就會增加很多 大的更多 所以這也是他們自己利益 所以你看他們兄弟也細強 而且坦白講油價已經漲到滿高點了 已經76到80之間了嘛 所以未來還是看俄羅斯的動向嘛 俄羅斯動向可能影響更大 還有期貨市場是要跟分門別類的 你現在只是講石油嘛 實際上很多種期貨 恐怕中國都會產生自己的市場 那那個對國際整個的衝擊也是不一樣的 不過我們現在只看到石油這一項 那沙特阿拉伯很明顯 跟美國的關係會越來越弱 最後還有一個黃金 上海金 對也是一樣 黃金跟石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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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好